很多演员都说和小朋友动物对戏难 但朱成丽和龚佳欣这天为新剧大将园拍摄的时候 就说和这个人对戏特别辛苦 因为这天他们和一众演员拍摄一场加入将园的戏份 梦宁朱就被伟家雄的搞笑对白 搞到忍不住笑 还差点妨碍到剧组的拍摄进度 对着他真的很辛苦 对我看到你蛮忍哨的 很辛苦 就是你说拍他大头的时候 就看到我们后面就是怎么说 肩膀 但是我们也忍不住会笑 因为他会NG 他会不记得对白 然后他就用他 乱讲 然后乱讲得来他又觉得 对白是没有的那种吧 他讲错 然后一直在自己在家在改 然后有的时候说说可能会有一些 就难听的粗口也在里面 不知道有没有拍到 对对对 所以大家都会笑就忍不住 而且他本来这个人就是很搞笑的 嘉欣和Morning Jew作为女神 如果她们平时很少吃煎炸食物 也很正常 但她们似乎一点都不怕 还透露很喜欢吃臭豆腐哦 我喜欢啊 我喜欢臭豆腐啊 然后榴莲啊 我们都喜欢 所以可能发酵的豆腐 制作出来会比较臭一点 是 是 是 试一下 要派给大家说 臭豆腐啊 谁要吃 其实发酵坏掉了 讲到新剧以酱原为背景 吴代荣和徐荣都说因为拍这部剧 学多了有关酱油的知识 大哥很清楚 对对对 比 比 就比方说 就是说里面因为我很多时候要解释 那个 那个 比如说用黄豆或是黑豆 它分别出了酱油出来 做完了又可以做那个面食这样 就是说那个最后那个豆渣剩下来的那些 就是说看剧本也学了 以前不懂的 现在懂了 剧组为求画面逼真 除了搭了个一比一的酱原来拍摄之外 还用蒸黄豆酿制齿油 现在场景充满浓烈的酱油味 何广佩和黄佳乐也说 短时间内都不敢吃酱油哦 最重要是味觉都能感受到 所以可能观众看的时候 以为是视觉的感受 其实我们连臭觉也演了出来 因为真的有一种很大的 很浓烈的一个酱油的味道 很香 很香吗 很香 你不觉得吗 很酸哦 酸酸的 对 那其实是不是现在 今天都比较好 因为里面都开了空调 空调对 如果没有开空调的话 会跟我们找到 因为有时候拍摄的 有些效果 我们要放烟 为了那个烟更明显 在镜头面前更明显的话 我们也把空调灌上 那时候就肉臭肉热 另外何广佩和朱成丽这对绯闻男女 这天在拍摄大将园里面的一场求婚戏 虽然何广佩没试过求婚 不过朱成丽就透露何广佩自行设计剧中求婚的对白呢 本来是剧本是那样子写的 但是你跟导演沟通了一下之后 又变成另外一个版本 是不是 但是我不知道 更好 更惊奇 让观众看起来会更浪漫一些的 所以等一下那场戏就好好的享受 我给你的surprise 我的角色给你的surprise吧 好 我很期待 第三就是关于求婚 对 没错 就是我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要向他求婚 很难为你嘛 在戏里面就比较难为 拍剧归拍剧 其实现实生活中 何广佩也到了试婚年龄 不知道他又有没有幻想过 自己将来向女朋友求婚的画面呢 我身边的朋友都已经很多 已经结婚了 我也看见过 到了试婚年龄 到了试婚年龄 我也看见他们怎么求婚 所以多多小小也吸收了他们的idea 然后自己幻想过 要是有一天我真的去求婚的话 应该要怎么样 对 珠珠 你有没有幻想过被求婚的那个画面 没有 可能他是幻想去求婚的那一个 可能我在发梦的时候 做梦的时候可能有拿一个花变个魔术 我的天啊 这是我的心意 你接受吗 接受吗 我接受了 哇 这么好 有诚意 我接受了 我接受了 谢谢观看